大家好,欢迎来到回生活种菜 我的频道是关于咱们后院或者阳台种菜经验分享的 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制作M君所用到的材料有 糖蜜水,糖蜜,过期的牛奶,还有一个干净的空瓶子 首先我们将过期的牛奶倒入干净的瓶子内 我倒了大概两杯的量 然后倒入等量的糖蜜水 这个糖蜜水的水我用的是新鲜的矿泉水 这样可以保证没有杂菌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大概15毫升左右的糖蜜 如果没有糖蜜的话,用红糖代替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以前跟大家介绍过 糖蜜的营养价值比红糖要高 红糖就是糖蜜和白糖的混合物 所以我个人倾向于使用糖蜜 然后我又加入了一大杯的清水 是为了日后分层看得更加清晰 不加也没有关系 最后盖上盖子,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 今天用到的材料非常简单 所有材料都是一次性的加入 我把它放到了室外,避免阳光的直射 我这里的气温不是很高,室外温度不到20度 为了让微生物尽快的繁殖,免受伤害 我又用黑色的花盆把这个瓶子罩住 到了第二天,打开看一下 可以明显的看到,已经开始分层了 速度还是蛮快的 主要得益于我的牛奶已经是过期的 而且所有的瓶子都经过了认真的消毒 然后我们把瓶盖打开 上面飘着的就是一种凝乳 需要用勺子把凝乳全部取出来 我需要的正是下面这些清澈的乳清 上面取出来的这些凝乳是我不需要的 下面的乳清含有丰富的微生物菌群 如果能直接的把乳清倒出来 那我们EM菌的制作就已经完成了 非常的简单,所有材料都加在一起就可以做成了 我为了更好地储存EM菌原液 所以进行了多次的过滤 首先先粗略地过滤一次 用一个网兜或者是纱布也可以 先把大块的凝乳过滤掉 经过了一次粗略的过滤之后 静置片刻 可以看到剩下的凝乳不多了 这个时候再找另外一个干净的瓶子 用一个干净的漏斗 然后用一小块棉花 塞到漏斗的中间 再进行一次精细的过滤 这样制作好的EM菌原液 还需要再经过培养一个星期左右再使用 可以看到 这次过滤之后流出来的原液清澈了很多 如果觉得它过滤的速度变慢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换一个棉球 只需要将还没有过滤完的溶液倒回去 然后把中间的棉球取出来 再换上一个新的干净的棉球 盖上盖子再静置10分钟左右 它就又分层了 过了10分钟就可以看到又分层分好了 这个时候只需要小心的把上面的青液倒进这个漏斗中 进行更加细致的过滤就可以了 EM菌就是有益微生物菌群 可以用来做波卡锡堆肥 它含有乳酸菌 光合菌 酵母菌等等 多种有益的微生物 另外还含有氨基酸和矿物质 它主要用于土壤改良 生根 撞苗 改善种子发芽 可以使植物的根系更加的发达 养分更加容易被吸收 土壤肥力增加 过滤好的EM菌原液 在阴凉闭光处放置一周左右的时间 之后 我取出来一些用一个干净的塑料瓶保存 这一小瓶EM菌原液呢 我会把它保存在冰箱中作为菌种 但是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每次现做也是可以的 制作EM菌的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所有材料加在一起之后 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做成了 所以即便是不保存 现做也是可以的 EM菌中含有的有益微生物 可以与土壤中的有害微生物 争夺营养 而且有益微生物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 被土壤消毒杀菌的作用 使用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取出大概15毫升一大勺的 这个EM菌原液 倒入在这个浇花的水桶中 这个小桶呢 大概是1500毫升 所以是稀释100倍 此外EM菌还可以起到加速堆肥的作用 所以我把稀释过的EM菌原液 均匀的倒入到了堆肥箱中 稀释过的EM菌原液可以用来浇花浇菜 EM菌即已在土壤中生存繁殖 可以稳定土壤的生态系统 形成有益的微生物菌群 对抗土壤中的有害病原菌 所以我们的蔬菜就会长得更快更好 所以EM菌原液除了用于波卡锡堆肥之外呢 还可以把它直接用于我们的菜园花园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